大家晚上好 讲的题目如上 剧透两位天才少年 莫扎特和柯杰 所以谢师兄评价说 这个题目很有趣 实际上呢不仅是题目有趣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听好涵讲的东西 就是很过瘾又很容易上瘾 那怎么说呢 就是他能够把很学术的东西 讲得像八卦一样有趣 也能够把八卦讲得像学术一样有条理 所以相信大家在接下来 这一个小时会非常的享受 那我就不多说了 下面请好涵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大家好能听到我声音吗 嗯可以 好今天那个很高兴 黄元师姐邀请我来 给大家讲一期纯学术 不对什么纯学术 纯娱乐的沙龙 对因为讲这个还有点小紧张 平时经常跟学姐聊天 但是朋友聊天就可以比较随意 然后但是如果是给大家讲的话 尽量要保证一下消息来源的准确性 但是因为这两个人我肯定都没有机会认识 所以说他们的信息都是在网络上看到的 所以今天只能是尽量挑一些来源 我觉得比较可靠的小故事分享给大家 然后这就开始吧 我先分享一下我的屏幕 能看到屏幕了吗 嗯可以的 嗯好 因为首先要说的是 就是这两个 其实莫扎特已经不算少年了 但是因为他少年的时候也很天才 然后柯杰现在是只有18岁不到19岁 嗯他们分别都是在各自的领域 非常就是非常有天赋的人 嗯默扎特显然就是古典音乐 然后柯杰是围棋 最近的人机大战 也是突然让围棋的关注度上升了一下 嗯首先要说的是 虽然在分享的是 他们可能生活中的小故事 嗯但是如果要是真的去了解这两个人的话 肯定还是要去了解他们真正专业的东西 因为所谓生活上的小故事 大部分也都是道听土说 然后只有他们的作品 莫扎特的音乐和柯杰的棋谱 才是他们真真实实能够完全反映在我们面前的 可以相信的东西 嗯但之所以要去关心他们的小故事 也是因为像古典音乐和围棋 我个人认为都是入门比较花时间 然后呃有些困难的项目 嗯所以说在就是开始入门去了解这个音乐和围棋的时候 如果要是能够一边也听一下他们呃有个性 然后也有趣的小故事 我觉得可以增加一下在学习中的趣味 所以说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有趣味性的小故事 嗯然后首先分享的是莫扎特 嗯我是从大四开始喜欢莫扎特的 因为大四的时候面临毕业压力比较大 然后那个时候一来他音乐比较有特点 另一方面他就是个人也比较有特点 比较喜感 所以说那个时候带来了很多快乐 然后在一个有压力的特殊时期 然后带来快乐的就特别容易对他印象深刻 然后我现在也是他的脑残粉 嗯然后假装学术一下 先列一些主要参考资料 嗯主要参考资料就是这几个 然后第一个是一本就是他的传记书 这个书比较厚了 嗯我买的时候没有意识到 它是一个就是每张只A4大小 然后1500页 我是想要当做睡前读物来看的 买回来以后才发现 就睡前读物看不能捧着看 只能趴着看 嗯而且他是一个比较全面 然后里面音乐的细节也比较多 嗯所以我基本上是一边看他 一边就是听音乐 然后一边有时候还去音乐系上一些课什么的 嗯所以看的比较慢 到现在只看了三分之一左右 然后接下来是一本书 然后是莫扎特和他家庭成员之间的通信 这个可以说是最大程度上反映了莫扎特 平常个人生活中一些习惯 所以也挺好玩的 然后第三个是一个网站 那个Classic FM是一个英国的古典音乐方面的广播电台 然后他的官网上经常会分享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啊第四个危机就不说了 嗯第五个是那个新浪微博 这个博主叫帕格尼尼的左手 嗯他是一个就是感觉上 音乐知识非常丰富 同时个人也是一个医生 所以说就生物医学的知识也很丰富 所以平常经常我想要看音乐家八卦的时候 或者想看一些医学小故事的时候 然后就会看这个博主强烈推荐 好那今天我讲莫扎特主要讲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讲他小时候很有天赋的一些小故事 第二个部分讲他的就是作为一个天才所拥有的一些个性 然后第三个部分讲他和他的朋友的故事 第四个部分算是做一个小总结 嗯所以说现在讲第一个部分 嗯用一个这个小标题 这个小标题是啊出自那个哥德巴 呃哥德巴 呃不不哥德谈话录 嗯就是啊这个这句话是就是啊 哥德在1831年的时候说的 那个时候已经莫扎特已经去世40年了 所以已经可以算作是后世对于莫扎特的评价了 他说的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说像莫扎特这种现象 仍然是一个不可解释的奇迹 嗯然后关于这一部分 大部分小故事都来自于这样一个大叔 然后啊就是就是这位大叔 然后呃这位大叔呢是就是也是当时的音乐人 嗯然后啊和莫扎特的父亲关系特别好 嗯所以说小的时候一直和莫扎特非常亲近 然后啊给他玩 所以说嗯就是在我提到那本很厚的莫扎特传记里面 也提到说啊跟莫扎特小时候有关的故事 大部分都出自于这位大叔和莫扎特姐姐的一封信 嗯当时这封信的来源也是在莫扎特去世之后 然后她的姐姐为了出一个合集纪念她 然后就向啊一些熟悉她的亲友 广发这个求助的信件 然后请大家把他们想到的故事 来跟她写下来 然后这个大叔描述了非常非常多的小故事 然后给大家分享几个 嗯首先算是一个就小开头吧 就嗯像这种天才嘛 一般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感现出了他们啊 神童的天赋以及奇迹般的就对这个方向的热爱 啊像这一段里面写的就是说嗯 小莫扎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音乐 并且他一旦喜欢上音乐以后 他其他的爱好几乎就消失了 嗯并且呢就算他在陪他玩一些小孩玩游戏的时候 也是最好能够有一些音乐的元素 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莫扎特感到啊感兴趣 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大叔和莫扎特一起 把他玩具从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房间的话 那么啊他们其中一个人就要唱着进行曲才行 然后从这一段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莫扎特和这个大叔当年真的是非常亲近 然后一起玩了很久的时间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描述一直被后来人认为是 就是比较可靠的对于他最初天赋展现的描述 然后当然这个大叔在信里还特别骄傲的说 莫扎特小时候特别喜欢他 然后一天要问十来次说 问这个大叔是不是喜欢他 然后如果要是这个大叔开玩笑说不喜欢小莫扎特的话 小莫扎特的那个眼泪很快就冒出来了 然后在这个信里面大叔一直用Tender来描述小莫扎特 真的是非常软萌的一个小孩 然后第一个小故事是关于四岁的莫扎特写一个钢琴协奏曲 然后当时莫扎特很小的时候刚刚学过用笔习惯不太好 那个时候就是用笔还是用那个占墨水的方式来写的 然后他每次写东西的时候都会把那个笔 那个戳到那个墨水瓶瓶底去 所以说出来的时候就会带着很多墨水 然后写出来的时候就纸上都是大墨点子 然后很邋遢然后就涂鸦似的 所以一开始大家也没有在意 直到有一天的时候呢 他的父亲就发现了他可能是在作曲 然后就要求看一看他到底写了什么 然后接下来有了这样一个故事 说他的父亲一开始就是盯了这个 他写的这个乐部一会儿 然后突然就喜极而泣了 然后就跟这个大叔说说 这个曲子他写的太好了 结构也很好 然后曲调也很漂亮 唯一的缺点呢就是他不能用 因为这个曲子写的太难了 没有人能够弹出来 然后这个时候小莫扎特的回信也很有意思 他说这才是为什么这是一个协奏曲啊 协奏曲本来就是应该这么难的 然后你应该那个不停的练习 然后那个直到你能够弹对位置对吧 然后看这就是我怎么弹的 然后他就直接亲身上阵 把他自己做的这个协奏曲弹了一遍 然后大叔回忆说 从小莫扎特就是一个有点完美主义的人 然后并且他一直认为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最好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认为说 我要做一首协奏曲 然后就要把它做成一个 既非常好听 然后又技术上很弹起来会有难度的东西 这个是莫扎特可以说 有史以来记录的第一次作曲的经历 但很可惜的是 我现在在网上也没有找到这首协奏曲到底是什么 所以可能应该已经试传了 现在网上能够找到的就包括他作品号第一位的 大概是他在五岁到六岁之间做的一个小故曲 然后第二个小故事是 就是莫扎特在八岁的时候第一次拉小提琴 这个故事也是很有意思 就是发生在那个时候 然后莫扎特的父亲因为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然后所以他们有几个朋友都是音乐爱好者 那天有一个朋友呢就做了六首弦乐三重奏 刚刚新鲜出炉的 然后就迫不及待带给朋友们来看 朋友们在看 然后并且想要把这个 《闲上三重奏》拉出来的过程中呢 那个小莫扎特就凑过来了 然后并且想要去拉那个第二小提琴 那个时候《闲上三重奏》是两个小提琴 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 然后再加一把大提琴 然后可能是第一小提琴比第二小提琴要难一些 然后莫扎特的爸爸当然就拒绝了这个 他描述中说是愚蠢的请求 因为在八岁的时候 莫扎特还没有接受过任何拉琴方面的指导 所以说爸爸认为 他那个时候是不可能拉出来任何东西的 然后这个时候小莫扎特就很傲娇的说 只是拉这个第二小提琴而已 根本就不需要去啊 然后当这个爸爸坚持说 哎你走开不要烦我们了 然后小莫扎特就是又非常难过的哭了 然后并且就带着他的很小的小提琴 跺着脚走开了 然后我这个时候大叔就 说这个跟他玩的很好的大叔 然后就比较同情他 就说那要不我来跟他拉一下吧 于是莫扎特和大叔就先拉了一下 就两个小提琴的部分 然后很快大叔就非常惊讶的放下了琴 并且就是看下了他的父亲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发现 虽然从来没有接受过教育 但是莫扎特就完全没有错误的 并且非常流畅的 把这个第二小提琴拉了下来 这个故事其实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 就他没有接受教育 然后就直接回拉曲子了 然后第二个重点其实 这是一首刚刚出炉的新作品 然后没有任何以前接受他的机会 虽然说那个时候 大家读谱能力普遍是比较强的 但是还是就是做到一次拉好 然后不出错误还是非常难的 然后这都反映了当时八岁的莫扎特 显出出来的对于乐器极高的天赋 当然还有第三个重点啊 就是看到那个莫扎特的父亲又喜极而起了 所以发现这个可能爱哭这个习惯也是遗传的吧 然后这几个大叔 当然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结尾 就是说他后面就一口气把这六首作品的第二小提琴都拉完了 然后又把第一小提琴也拉完了 然后结果这几个大叔非常坏 围在一起就开始嘲笑小莫扎特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学过拉琴嘛 所以他的拉琴姿势非常诡异 哎 我觉得笑话真是不容易 然后下面是第三个故事 第三个故事比较著名 也列在维基百科上 然后这个讲的是他十四岁的时候去旅行 然后看了一场演出 这个演出是一首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音乐 然后在当时那个时代呢 作曲家是非常注意保护他们的音乐的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版权这一说 他们怎么保护呢 就是他们所有的作品如果要保护的话 都是不会把它写下来的 因为他们当时认为听这个作品 然后但是呢 把这个作品就是完全默写下来这件事 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后所以他们就是这个作品就 以口头的方式代代相传 当然对于一个超时代的天才来说 所有的不可能都会变成可能 那这故事就发生了 和莫扎特十四岁的时候去看一场演出 听了一次 觉得曲子非常好 回到宾馆以后连夜 没有睡觉熬了一个通宵 就完全凭着记忆把这首曲子记下来了 然后接下来大概一周之内的时间 他又重新去听这个曲子来核对它的记录 当时好像看过一个说法是指错了几个音吧 然后当然最后再核对过一点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维基百科对于这件事情后来的评价就是说 说那个多亏了莫扎特 然后这首作品才得以保存下来 不然的话因为以前的那些记录方式 像《文艺复兴时期》啊 然后《格里高位圣勇》啊这些 就很多作品都失传了 所以说其实也是一个顽皮的行为 人家本来不让你抄下来的 他就抄下来了 但是后来还造成了很好的效果 这就是要给大家分享的三个 莫扎特小兽的故事 然后下面这个截图呢 是我自己就是听音乐的时候 我会在YouTube上创一些链接 然后我会把它们按照年代大概分一个范围 这一个范围是1761年到1767年 莫扎特的作品 莫扎特生于1756年 所以说也就是说这些就是 莫扎特5岁到11岁的作品 可以看到这个list里面一共有44个作品 也就是说莫扎特在11岁之前就已经完成了44个作品的创作 相当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从小就很了不起 好 这个是莫扎特小时候的事情 然后接下来下一个部分 讲莫扎特的个性 所以这里我直接小标题用的是莫扎特自己的一句话 他说任何人的赞扬和责备我都是不会在意的 我只会跟随自己的感情走 然后莫扎特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很有个性又任性的人 有才任性嘛 然后包括不喜欢一个工作就直接辞掉了呀 然后喜欢一个人不等父母同意就直接决定跟他结婚了呀 什么的 然后还有包括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大嘴 经常评价一下 苛刻的评价一下自己的同僚 但是今天讲的故事主要就还是跟他的作品有关吧 三个跟他作品有关的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他很著名的一首 黑管协奏曲作品第314号 很著名很好听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一下 然后这首作品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 他有 刚开始听的时候会发现他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黑管版 一个是长笛版 然后大家就会问为什么会出现两个版本 两个版本非常相像 是后来有人改编了吗 其实不是的 是莫扎特自己任性了一下 这个黑管版本呢是他最初版本 创作于1777年 然后1778年的时候呢 另外一个人就雇佣莫扎特 来创作四首长笛四重奏和三首长笛协奏曲 就像我们赶Deadline经常玩过程一样 莫扎特只完成了三首长笛四重奏和一首长笛协奏曲 那这个一首长笛协奏曲和要求的三首长笛协奏曲差有点远 于是莫扎特就干了这样一件事情 他把自己一年前的黑管的协奏曲的作品改了一下 直接改成了长笛协奏曲 当然最后被这个他的雇主发现了 这一首曲子也是没有给钱的 但是这两首曲子就永远的被保留在了历史的记录里 然后接下来是关于下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比较有名 就是听乐会的时候凡是涉及到这几个作品都经常提到 这个呢是关于他的第十一 第十二 第十三号钢琴协奏曲 三个组合都创作于1782年的秋天 然后创作完这个协奏曲以后 莫扎特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小莫扎特一向是比较自恋的嘛 然后这个信里面就是他一个很鲜明的性格的体现 他说我这个这些协奏曲创作的刚刚好 既不太简单也不太难 既非常有才华 然后悦耳动听同时又很自然 速度也不很快 然后里面有些片段是只有能力最强的见赏家才能够欣赏的 但尽管是这样呢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 尽管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呢他们还是不可避免的 会被这段音乐所吸引 这个呢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算是 莫扎特语录中排到前十的作品吧 所以说大家不用觉得 听古典音乐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以前我的钢琴老师带着我去听音乐会的时候 就这样跟我说说 如果你觉得这场音乐会 你自己没有获得快乐 那绝对不是你的问题 你就可以直接说他们弹的不好 然后如果要是有人问你 为什么觉得他们弹的不好 对吧 莫扎特这个语录甩给他们说 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也应该能够欣赏才行 欣赏不到的话就说你水平不够 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然后下面是第三个故事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一首小提琴奏鸣曲 第32号 然后这个他的首演呢 是为了给一个皇帝演约瑟夫二世 然后是另外一个小提琴加莱 就是演奏这个小提琴本身 然后呢莫扎特给他提供伴奏 这件事情是说 尽管莫扎特已经把那个钢琴的部分创作好了 但是呢他没有时间把它写下来了 以至于在第一次公演的时候 莫扎特弹琴的时候 他前面的曲谱就是一张空白的纸 非常霸气 然后呢 在他用这个空白的纸弹奏的过程中 那个皇帝陛下透过望远镜 看到了空白的纸 于是呢他就把莫扎特叫到跟前 问这是怎么回事 莫扎特就只好承认说 他没有完成没有把这个谱子写下来 好在当时的皇帝陛下是一个比较有幽默感的人 所以说又没有被激怒 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 然后捉弄莫扎特一下 好 这就是跟莫扎特有关的 作品有关的三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然后第三部分是讲一些 莫扎特跟他的朋友之间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这一部分小标题 我用了一个瑞多芬对他的评价 这句话也比较有名 他说我一直把自己当作 莫扎特最大的欣赏者之一 并且呢我会一直欣赏他 直到我死亡的那一天 莫扎特的朋友实际上是很多的 我们可以看到说尽管他平常会比较毒蛇 有个性 但是呢大家都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 从他的音乐就可以看出来 他是一个本质非常善良 然后又有才华的人 所以当时实际上他的朋友非常多 那我主要选了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个是他的望年叫海顿 还有一个是他从小的一起长大的小伙伴 也是笋友 海顿是望年交了 他们两个之间年龄差应该有24岁 然后这件事情是说的海顿和莫扎特的 建的最后一年 1790年的时候 海顿应该已经是60岁高龄了 然后但他还是决定去伦敦公演 因为据说那个时候 伦敦人民人傻钱多 然后非常好赚 然后由于他年事已高 这个遭到了他当时很多好朋友的反对 最后莫扎特非常非常反对 不知道该怎么样阻止他 然后口不择言跟他说 你去了以后语言不同 所以不许去 当然海顿还是没有 没有同意 然后等到这件事情就完全定下来 不可能再更改之后 在他们离别的那一天 就是指手相看内眼 然后莫扎特对海顿说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说再见了 然后当时海顿觉得非常触动 然后他是以为应该说的是他年事已高 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时间见面了 但没有想到第二年就传来了悲伤的消息 就是莫扎特实际上是先走一步了 反正这个他们两个这段友情呢 最后虽然莫扎特就是 你谈了死亡告终 但后来海顿和莫扎特一家 也保持了非常好的关系 然后也提出了 莫扎特的小儿子长大了以后 会有海顿做他的音乐老师 并且他们友情是得到了很好的记录 比如说他们之间经常互通有无 然后莫扎特有一系列非常有名的作品 是就是献给海顿的弦乐四重奏 然后并且呢 还有一个东西流传下来了 就是这个爸爸的外号 我们都知道海顿有一个比较出名的外号 叫海顿爸爸 我现在对他的解释一般是 有一个是他一生相对于其他 颠沛流离的作曲家来讲 比较平顺 然后作品呢 也是充满了一种父亲般的慈爱 所以说叫他海顿爸爸 另一方面就是他开创了很多的领域 包括他可能被称为娇小乐之父 可能被称为弦乐四重奏之父 所以说就一直叫海顿爸爸 这个应该也是莫扎特最先开始叫逆程 然后这个是莫扎特的一个损友啦 是一个就圆浩的圆浩的就是演奏家 然后莫扎特也是为他做了非常多的作品 但是每一次把这个作品献给这位损友的时候呢 都会开他玩笑 比如说在这个作品417号 在写这个dedication的时候就说 我很同情我的朋友啊 他像一头牛又像又非常蠢 然后并且在这个作品上 他把这个 对这个协奏曲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有一个主乐器 并且配合上管弦乐 然后在这个作品上 他把管弦乐的部分标成了快版 把这个圆浩的部分标成了慢版 这也是开了一个玩笑 因为圆浩一般就是吹起来 会节奏上感觉有一种很拖沓慢的感觉 这是一个玩笑 另外一个玩笑呢 就是在把这个495号作品的曲谱 给他这个朋友的时候 故意用了很多种原色的墨水 他和这个朋友的友情 应该也是持续了他的一生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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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朋友 尽管一直都在护损嘴巴不饶人 但是关系一直都很好 然后他有很多朋友 不多介绍 大概就说这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 然后另外提一句的就是 你知道有一部很著名的作品 当时好像也是获了当年的奥斯卡奖 就是那个李莫扎特的中间名命名的 然后中文一般翻译成莫扎特传 在这里面有一个反派人物叫萨列里 把他描绘成一个一直欣赏莫扎特的才华 却忍不住内心的嫉妒 然后从头到尾都在给莫扎特作品公演 使绊子 然后最后可能还毒杀了莫扎特 但实际上呢 使绊子还有毒杀这些事情 实际上都是谣言 事实上在后期的时候 莫扎特和这位萨列里的关系也是不错的 他们可能曾经是有些竞争关系 到晚期的时候 他们两个互相欣赏 并且两个人都会互相在包里面装着对方的作品 所以关系也是非常好 互相欣赏 那萨列里在最后 莫扎特死去去世的时候 当时陪伴他身边有三个好朋友 萨列里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说 历史人物就是这样有些故事 都要 就是 仔细斟酌 很有可能 就是这算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误传吧 然后最后做一个小总结 就是 实际上 讲 我说这个题目叫剧透 也就是说 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讲得很完全 那前面可能主要讲的是说 他很天才 他有个性 他有很多朋友 就是 非常 可以说是一些表面的小故事 但最重要的还是 他作为一个作曲家本身的 对音乐的热爱 然后 以及勤奋 然后还有 对他自己才有话的尊重 所以这部分小标题选的是一句 原来是一句莫扎特自己的话 他说 他每一天 都是 就是 大概意思就是 他每一天都是把 生活 当作自己 生命的最后一天来过的 所以 就可以表现出 非常非常珍惜自己生命的每一天 然后也 一直致力于创作出 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快乐的作品 他还有一个名言嘛 就是说 音乐 无论是表达什么程度 情绪 记不太清楚 大概是说 无论表达什么情绪 即使是惊恐也好 也是要 能够让人感觉到很美好的 这个是 一个在微博上 就我说的那个 帕格尼尼左手 这位博主传的图片 我不是很清楚它的 来源 所以就 我们大概看一下 又说的是 一些天才的音乐家 他们的睡眠时间 你看到这个地方 直接大字的标着说 莫扎特就像一个机器一样 他每天在凌晨一点的时候去睡觉 并且每天只睡五个小时 虽然说 不知道这个来源 但是 从他的作品数量上来看 就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勤奋的作曲家 下面我列了一些当时同时期的 作曲家的年 就是整个在世的时间和他们作品数量的区别 但作品数量呢 其实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 因为作品的长度嘛 还有类型都不太一样 创作难度也不一样 所以就大概看一下 然后数字呢 就是作品数量 然后后面呢大概是说 这个作品是以什么样字母编号的 编号的字母一般就是根据 就谁整理了他们的作品 就会用那样一个缩写来编号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莫扎特的作品是一共626个 不是很完全的统计大概的一个统计 626个 然后同时他只活了35岁 然后这里面同时期 唯一可能作品数量超过他 就是海盾 海盾爸爸是750个作品 然后但呢他是活了77岁 就是年龄是莫扎特的两倍还多 当然其他人尽管所有人的年龄都超过了莫扎特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作品数量是可以跟他相比的 曾经还看过另外一个夸张的说法 说如果让一个专业的超补员 来把莫扎特的所有作品抄下来 35年的时间是不够的 当然后来我算了一下 可能这个说法还是有点夸张 但可以看到广泛的认为就是说 莫扎特是一个非常高效高产 然后也切断的作曲家 然后另外一个他的令人惊奇的地方就是 他的作品是广 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 作曲家都是有一个自己擅长部分的 譬如说一说到贝勒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 他的那种交响乐 然后莫扎特呢 应该说如果是毫无争议的方面的话 他在歌剧方面的奉献应该是历史第一人 可能大家都这么认为 但所以我就不说歌剧了 然后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协奏曲 协奏曲就是有一个主乐器 然后配上管弦乐 前面有说过说这个主乐器 也是需要作曲家对他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的 那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 从键盘乐到弦乐到管乐 所有的乐器几乎都涵盖了 然后当然比较多的是这个钢琴协奏曲 一共有27首 然后小提琴协奏曲呢 是一共有5首 这里标了一个所有的都是在1775年 然后有些人开玩笑会说 他那一年的时间把小提琴协奏曲 这一个题材玩腻了 后来就再也没有创造过 那接下来有大提琴啊 袁浩啊 袁浩这个主要是给他那个损友创作的 然后长笛啊 这个长笛没有包括 他那个就是把那个黑管改变了那个 然后黑管虽然说只有一首 但是非常非常著名 314非常著名 然后值得一提是还有小号 因为莫扎特的耳朵非常敏感 所以他小的时候甚至是怕小号的 一开始是听到他的声音就会捂着耳朵 然后后来比较严重发展成 只要看到小号这个样子就会哭 比如说他连小号的这个协奏曲都出来了 那我们还知道 除了这些作品以外 莫扎特还有41首交响乐 然后众多的钢琴奏鸣曲 小提琴奏鸣曲 然后弦乐四重奏 还有小布曲啊 然后小夜曲啊 静静曲啊 各种题材 可以说是一个没有短板的 有非常高产的音乐家 很了不起 嗯 好 嗯 莫扎特就先介绍到这里 然后 下面进入一个离我们生活更近的人 柯杰 嗯 柯杰是人机大战的时候 然后因为他的那首好那个豪言壮语 说这个阿包狗即使战胜了李确实 也战胜不了我 所以说是一炮而红 嗯 他本身呢 嗯 就是我喜欢他的时候是 刚过没几个月 因为 在博舞也是涉及到毕业压力比较大 然后这个时候呢 也是他嗯 嗯 有些很喜感的小故事 让人感觉很高兴 然后并且他在 啊 围棋上 呃 专业上 也是一个会给人带来很多快乐的 这个 有时候觉得这些快乐语言都难以描述 所以 上途为敬啊 这个大概是 应该是他 十六七岁的时候 嗯 记不 不是记得特别近 或者十五六岁的时候 参加一个 啊 围棋TV的 急速对抗赛的时候 然后 有一位微博上的朋友 结了一张动图 嗯 可爱的少年 然后 首先也是列一下参考资料来源 啊 他是一个比较喜欢 在微博上发言的人 很跌地气 首先 列出他新浪微博 然后接下来围棋天地的杂志 围棋天园 既有啊 电视频道 又有微信频道 我一般是在微信上看 然后 接下来都是几个围棋的网站 围棋TV 野狐 一城新浪 然后 go ratings 是 嗯 就是一个 美国人做的围棋的 排名网站 然后 当然 柯杰是一位出生于利水的 啊 著名棋手 所以利水网也经常 报道他的消息 然后另外是 几个新浪微博 啊 柯杰明媚自媒体 这个是我看的比较多的 如果要了解他的信息的话 这个地方经常会有些 有意思的小故事 然后这个成字是 嗯 一个很耐心的 然后 啊 非常喜欢提供数据的程序员简介 然后我的动图都来自于这位 左手画员 右手画方 嗯 好 嗯 和介绍莫扎特一样 也是分四个部分 啊 第一部分是小时候天才 第二部分是天才的个性 啊 和他朋友的故事 第四部分做个小总结 那 所以第一部分先上 小时候的蒙徒 啊 这个啊 也是 柯杰有一次 啊 采访的时候爆料 他说他小时候的第一个梦想 实际上是跳拉丁舞 他说如果不选择围棋 现在可能已经是一颗舞蹈界的巨星了 结果小时候因为过度 过度肥胖 被老师嫌弃 现在只能接受巨星陨落的现实 啊 看来我们应该感谢那一位拉丁舞老师 嫌弃了他 不然现在围棋界就损失了一位巨星啊 嗯 这个就是小时候过度肥胖的柯杰小朋友 嗯 非常萌 然后还有一个小故事是说 我记得以前有人 发过一个他的微信朋友圈截图 他在那边问啊 你们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当时应该是杨凯文吧 回那个回复他说 第一次见你面吗 捏了你脸一下 结果被你追出去两公里 啊 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 让人想捏脸的小圆子 前一段时间那个科技名类自媒体的微博 我做了一个访谈 然后其中有访问到他国少队时候的老师 傅中老师 问傅中老师有没有捏过 然后答案好像是大家都捏过 傅中老师是就是老师 所以就 他并不会反抗 很可爱 好 第一个部分介绍他小时候的天才 因为我也是作为一个脑残粉 所以选了这样一个霸气的标题 柯杰让天才绝望的天才 这个标题是出自2015年三星车险杯半决赛 华西都市报 啊 当时我记得半决赛应该是柯杰2比00 封了韩国第一人调听环 记错的话应该是哪样 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反正应该是 就是 欸不对 嗯 哦 这一次应该说的是李诗石 对 不好意思 这一次应该赢的是李诗石 然后因为让天才绝望的天才嘛 李诗石当时也是韩国中文的危机天才之一 然后 这一次 这一次说的是 所以可能有了这样一个惊悚的标题 接下来看一下 啊 科技小时候的一些经历 嗯 五岁学期 八岁进入北京的聂卫平围棋道场 嗯 十一岁的时候定段成功 啊 大家都知道围棋要成为职业选手 是要定着职业的段位 一开始叫做职业初段 然后接下来二段三段 一直升到九段 你说十一岁代表他职业棋手生涯的开始 然后十四岁呢 以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国少队 国家少年队 嗯 这个国家少年围棋队 应该是 就是 在考上了之后 会免费给他们提供围棋培训 就不用在自己家里面花钱学围棋了 并且还可以给他提供 好像是会提供一些补贴吧 可能 嗯 所以可以说考上国少队 就代表着家里学期的经济负担减性危险 然后同年 啊 在他十四岁的时候 就开始在 啊 维甲中 就是 啊 参加职业比赛 啊 维甲全称 也是 金利智能首期杯 中国为奇甲级联赛 啊 应该是这样 啊 大家都知道现在那个 柯杰是金利的 那个代言人 嗯 所以说他的 粉丝呢 就是跟随着他 然后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嗯 认真的代言人啊 所以每次都要提到金利 我们也提一下 啊 在他十六岁的时候 啊 维甲十五胜六负的战绩 已经超过了当年的MVP 可惜他当时的队伍啊 啊 是就是 获得了第四名 然后前三名的队伍的 队员呢 才可以 评选 啊 最有价值选手 所以当年实际上是可惜的错过了 17岁的时候 尾甲十八胜二辅 一个惊人的 嗯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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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惊人的胜率 然后 当仁不让的当选了当年的MVP 然后啊 当时他所在的队伍 可能是杭州队 然后啊 我记得 这里也有一个小故事 是说 杭州队当年财大气粗的引进了三位高手 嗯 应该是 可能是李玉婷 然后唐伟欣 两位我国的世界冠军 再加上朴丁环 当时的韩国的世界第一人 所以说 当时杭州队意思就是说 啊 一般尾甲是 四个人去比赛 然后 既然也有三个这么强的人 那下面我们来一个 就是啊 那个 实惠一点的 然后 实力还没有那么强 然后还没有那么贵的 然后 当时柯杰 因为他 啊 所在的云南队 是已经调到围椅 所以他是以租借的方式 然后在别的队校里 然后他们就选出 选择了柯杰 没有想到 一选 就选到了一个宝藏 后来 应该说 嗯 当之无愧的 那个 大腿了 嗯 然后18岁的时候 维甲十六胜五妇 蝉联了MVP 嗯 并且呢 17岁的时候 因为当时 杭州队 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 绝对的主力 所以那个时候 他打主将的次数 并不是非常多 18岁的时候 就成为了 当人不让的最佳主将 嗯 据说维甲评选的时候 也是一个人 不能够同时得到 三项奖项 所以说 在柯杰身上 经常出现这种 嗯 他当时应该是 也可以过多胜奖的 所以就把其他奖项 还让给了其他人 然后 接下来就是 啊 一年之间 15年到16年到16年1月的时候 凭借三个世界冠军成为 历史上最年轻的三冠王 嗯 18岁三个世界冠军 打破了历史记录 然后 接下来就是 截止到今天 啊 啊 go ratings等级分是 三百 三千六百三十分 居世界帮手 啊 啊 在此之前 go ratings等级分大概是 从1980年的数据开始 啊 啊 在这期间啊 有人统计了一下 人类棋手的等级分 从来没有超过过三千六百分 那当然另外一个超过三千六百分呢 就是现在 著名的阿老师 阿发购 嗯 也是很期待啊 啊 现在排名世界第二的阿发购 能够啊 啊 有一天来挑战一下世界第一 这么一下 人工智能的能力 嗯 好 好啊 这个是他的主要战绩 然后呢 啊 啊 接下来 啊 从他小时候开始 听讲这些小故事吧 啊 啊 发现所有天才都比较啊 相像 就说 嗯 像柯杰就是 像莫扎特就是从小就喜欢音乐嘛 然后 并且 一喜欢上音乐 不喜欢别的了 然后像柯杰就是 三岁的时候 就 开始 坐在一旁 看着 他父亲也是一个围棋好者 看着他大人们下围棋 一看就是两个小时 啊 听上去可能 所有的 喜欢围棋的孩子都是这样 但是柯杰好像在另外一次采访中爆料说 他小时候有一个多动症的倾向 就说 嗯 现在如果能够看柯杰的直播的话 还是 能够看出一点小时候活泼好动的影子 嗯 两个小时 然后一直看着下棋 是实在是 对那个时候柯杰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然后接下来就是他第一任老师周宗强 然后说了一个笑话 说小的时候柯杰就问他什么时候才能打败他 然后当时他告诉他五年 他心里面觉得不可能只不过给小朋友信心而已 实际上只用了三年的时间 然后这位老师就不是他的对手了 当然现在柯杰的所有老师应该都对他充满了自豪和骄傲 嗯 嗯 然后另外就是另一位他小时候接触过他的 现在应该是沥水祈愿的院长 李院长 李首胜院长 然后说小的时候就是一个不服输的性格 输了起怎么也不肯回家 抱着大腿死活要再下一盘 嗯 关于柯杰小时候就有挺多小故事的 包大腿是一个 然后 当然啦 那个哭也是一个 然后记得有一次看了一篇报道说他有一次下棋的时候很可惜 应该是失误了吧 以前面一直还比较优势的失误了 然后所以一下完棋就哭了 然后因为跟他下棋的对手也是年龄肯定是已经成年了嘛 所以对手也是不知道怎么办 嗯 很尴尬 但后来柯杰反正在自己微博上应该是否认了这一点 至于具体有没有哭过嘛 那个科捷明媚自媒体前一段时间访谈 还是访谈到那个 库冲老师说小时候 嗯 肯定还是哭过的 嗯 不过不是嚎啕大哭 啊 前几天的那个访谈非常有意思 嗯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那个微博上看一下 然后就在科捷八岁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是当地 沥水当地 打遍所有儿童无敌手了 所以说 就有人开始提出要不要让他转成职业棋手 但我们也知道 转职业棋手必然要花费很多的精力 然后 家里面的付出也很大 并且可能他一直要 就是 嗯 专心学棋 没有办法去上正常的 就是小学中学了 嗯 所以也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大的人生决定 那所以当时李院长就和科捷做了一个约定 和他下一番一次五番棋 五番棋意思就是说下五盘棋五盘三胜 最后的结果 如果要是赢了 就北上去内道学习 如果要是输了 就继续在沥水练习 那结果当然是赢了 嗯 然后接下来应该是科捷在北京的求学经历了 嗯 一开始的时候 是 嗯 嗯 他独自一人去到北京 然后过了一些一段时间 然后 啊 科捷的妈妈 然后才到了北京陪他 嗯 这些呢 啊 嗯 是他 如果输掉的话就把棋盘吃了 然后输掉了 后来他又说如果再输的话就把棋子一起吃掉 然后也输了 然后再到最后的时候说 哎呀 再输我就要吃电视机了 后来还输了 然后 嗯 但是 柯姐也承认说当然最后也没有吃棋盘 没有吃电视机 嗯 很萌 然后 啊 接下来就说在聂道学习的时候 啊 成绩 这个成绩应该是他去考国少队的考试 一共考三年 第一年的时候倒数第二 经过一年的努力成为了倒数第一 嗯 这个就是他一贯自嘲的方式 当然到第三年的时候 成功的以第一名呢 成绩考入了国少队 然后接下来也是说他个人的瓶颈期 算是刚入断那会儿还没有考国少 11岁左右 等级分盘在250多 下期老叔一度曾想回去读书算了 嗯 那么在 所谓柯姐自己称作瓶颈期的这段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11岁就已经过了瓶颈期了 然后啊 他后来自己做了什么呢 嗯 一般对他了解时间比较长的老秦 你会告诉我们那段时间他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下往期 第二件事情当然就是自己练习 然后其中包括一个死活题的练习 这两件事都会讲一下 嗯 嗯 因为他当时等级分盘定不高 下期要练习的话就要棋封对手 所以说当时呢很难找到一些人陪他练习 所以他就给自己取了一个网名叫潜伏 潜伏的寓意就是默默的努力希望有一天能够脱颖拿出 所以在潜伏的五年中他几乎每天都在网上找高手过招 一共下了将近四千盘期 后来潜伏也是成为了首先成为了一成为期网非常非常著名的ID 可以说那个时候很多的老奇迷都是先知道潜伏这个ID 然后才知道柯杰这个人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也有一些奇迷写了非常有趣的故事 这是一次潜伏到野狐跟野狐的一个人气王进行三番棋的故事 这个说 这个野狐的人气王啊是两度的野狐人气赛冠军 然后潜伏呢晚上十点第一次踏进野狐 第一局赢了第二局也赢了 然后赢了两局以后马上就班师回朝不见了踪影 感觉非常像来踢管啊 从此就与野狐结下了两字 他说今晚特务 因为潜伏呢当时说的是那个很著名的那个电视剧 所以说老奇迷管他叫小特务 特务再度洗扰野狐人忍无可忍 然后为了彰显野狐人之劫心 仰我野狐威名 然后野狐公告天下立下战术 下一个三番棋派出猛将交易员九段 然后前两局呢 战成了平手 然后啊 因为现在可能中国规则下会认为白棋好像一点 那么他们战成平手也是直白的一方都赢了 那第三局开始猜先结果 发现潜伏猜到了直白 那野狐的群众们就开始揪心了 果然不久 交易员就陷入了被动 然后说特务本领高超 拿到优势之后 攻势越发凶猛 利用后视四处 追刀搜刮不仅中复 甚至边边角角的便宜一起算 所谓什么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 可怜交易员疲于应付之下 满身插满飞刀 一百六十手血尽捐躯 悲壮虽死游戎 你在野狐潜伏的日子 谁会来终结呢 这个好像是2013年的文章 写的还挺有意思的 当然现在潜伏也已经成为了野狐的人气王 小特务是大家看着长大的孩子 所以说他老亲密实际上非常多 然后说另外一个就是他喜欢自己练习 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关于他的死活体 死活体是围棋的基本功之一 然后这里面说说柯杰 那个时候在孽道学习 每天早上六点就起来 独自在小房间做死活体 而且不但喜欢做还喜欢出题 以难助自己为乐 那这一篇文章应该是出自一次围棋天地可能 然后没有查到这个作者 但是反正这个作者他描述的就是说 这个故事发生在柯杰排名世界第一以后 然后那个作者提出说如果柯杰能够达成 那个达成就是拿到世界冠军的话 有礼物相赠 柯杰表示拒绝 柯杰是一个非常懂礼貌的孩子 然后据说现在他的粉丝对他最大的不满 就是他总是拒绝粉丝的礼物 希望以后能够改进 然后这位作者有地序提议说 不然我创作一道死活体 你要是一分钟能达出来的话 就略表寸心 柯杰就说好吧 一分钟之内也不太可能做出来 就这样一个赌约达成了 结果呢 这个作者花费了十多天的努力 然后发给了柯杰 柯杰用了十秒就做出来了 那么这个故事后来也非常出名 我记得上一期解说维加的时候 那个维基天元的老师就说 柯杰被称为死活小王子 死活体基本上是可以问柯杰 然后让他来定难度的 一秒钟是一个难度 两秒钟是一个难度 十秒钟是最高难度 然后说柯杰创作过很多死活体 然后这其中呢 就给这个作者留了一个作业 那这个作者三个月了都还没有做出来 是公布在这个杂志上 请大家帮忙 当然我也没有在网上找到答案 这个死活体的故事如此著名 以至于这个呢 是后来柯杰晒的一个照片 是在他开始为家比赛 也是开始职业比赛五周年纪念日的时候 他的奇迷送给他 这不愧是真爱呀 可以看到这个蛋糕上的形状 就是他那个死活体的形状 所以说柯杰也是说他的奇迷非常用心 当然我们当时在他评论区也说 说这个用心还有一点 就是终于达成了他小时候说 书棋要吃棋盘的这个实验 真的是非常了解他的需要 好 关于他小时候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你学姐我还有时间吗 还有两分钟 好吧 那我下面 先快来讲一下 然后第二部分讲他的个性 所以说选了其生命的品酒段的这个 明年说专门找柯杰说过一次 我说遇到谁都要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心态 我的理解是我们常常以前对于他的印象 一方面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可能是往新研究的方向去报道 另一方面主要是就是他实际上是有一个对于自己的很高标准的要求 所以说会先放这个豪言壮语 因为放出去很容易被打脸嘛 所以是以勇气的体现 另一方面也是背负着一种责任感 像比如说非常著名的事件 就有这个血剑舞步 是在中日围棋对抗赛最后的冠军争夺的时候 然后他向日本的第一人锦山郁太提出的 然后说要让他血剑舞步 最后是屠龙战胜 达成了自己的豪言 然后第二个是说五成胜率 是第三个冠军的时候 然后跟李诗诗提出的 然后说他的胜率如果一百成的话 一共有五成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豪放的说法 但是最后呢他也是以3比2的总比分拿到了这个冠军 所以说也是同样完成他的豪言壮语 那第三个就是说在一个农心碑中日韩三国擂台赛上 然后就是好就是在李诗诗已经好取三年胜了 还是几年胜的情况下 然后最后说一句最后还是得靠我 当然作为主将 然后最后战胜了李诗诗诗的中国队 拿到了这个类台赛的冠军 可以发现到目前为止他所有的豪言壮语虽然是很夸张 但是全都实现了 然后当然后来就是比较著名的 就算阿发购赢了李诗诗但他赢不了我 然后他也说如果要是有阿发购来挑战他的话 要坦然面对 所以说对于这些豪言壮语的理解实际上 他自己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这个虽千万人无王已是他的奇迷 我曾经给他写过一篇文章 一来呢是他说他虽然小 但是很有民族气节 觉得中国起手说的特别丢人 所以他很多好民众语都是对着外国人放的 想争一口气 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注意对于围棋的推广 可以说小小民族就把围棋第一人的责任背负在自己肩膀上 说任何活动靠热情不行 如果没有人关注的话很快就消失了 并且可以看到他是非常非常注意他的赞助的 商的就是回报的 他觉得有赞助商赞助不愁吃喝 整个市场也能够变好 所以说当他会一直支持着中国围棋的精力 手机代言的时候 可以说是每逢有机会和毙提 然后并且他自己也说他有意识到 他会努力让围棋有一些新鲜血液 比如说说一些好玩的话 但是他也知道一定要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 用成绩说话 不然再有特点也就能吹牛了 可以看到他是一种非常清醒的认识 然后最后迅速的说一些他和朋友的故事 这个出自他的同僚可以说世界冠军唐卫星九段 用了才高八斗的典故 说如果我都有才华 那可以说天下才华八成 柯节八成了 那他的朋友包括中国 作为中国领军人物的世界冠军 八个世界冠军获得者鼓励古九段谷歌 然后也包括现在也是排名非常高的联校 然后包括世界冠军李玉婷一上直播 就会说是可谍非常好的朋友 然后还有就是在刚刚结束的一次 野狐中韩围棋擂台赛中 在最后的决战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排啊 金色的都是世界冠军 银色的都是那个国内冠军 那除了这个Maker是韩国的调婷环 以及这个Servous T是一个日本选手之外 一排的中国选手全都在旁边支持着柯节 那一旦得到了获胜的消息 古九段然后立刻发了微博祝贺他 他说还是得靠你呀 然后并且实际上当时也是非常不容易 这个擂台赛最后中国只剩了柯节艺人 他是连续战胜了韩国排名第三第四第一的金智希 江东润小运环 就总是可能是排名比较高的三个选手 然后夺了这个冠军 然后这个冠军奖金好像是四十多万 所以说最后他又提出 得了冠军中国队全队就可以去组织聚餐了 大家的关系非常好 然后这样也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说这个是维基TV著名的解说孟太林 然后柯节和他也是像哥哥和弟弟一般 就是非常好的关系 有一次孟太林做自占解说的时候 好寒 好寒 咦 好像掉线了 哎呀 不好意思 是不是现在网络不太好呢 不好意思大家 这个网络好像不是很通畅 那么我们差不多也到时间了 那就感谢好寒的分享 我是非常过瘾的 接下来我估计会跟好寒再聊一聊后面的故事 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邀请好寒再来为我们做一个返场的演讲 谢谢大家 对了 大家小周末愉快 这个美国的国庆节快要到了 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 路上注意安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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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